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陈思宁 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在今年是迈入了第十年 我们全球新观点在今年也做了许多有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专题 跟意大利有关的 跟辽国有关的 还没有看的观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频道来收看 我们先前提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今年10月才刚刚落幕 而现在又有一个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 在这个礼拜三就要在中国的福州登场 而这些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是频频展开 更加让外界好奇 中国之后还会跟哪一些国家有合作呢 不过最近又有媒体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再度出包 这次轮到了尼泊尔了 中方对外宣传尼泊尔的伯卡拉国际机场 是一带一路的旗舰计划 但没有想到机场完工落成之后 现在却被当地政府突袭 执行反贪污调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的专题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1970年代后期 尼泊尔想要在当地的第二大城市 伯卡拉新建国际机场 为的就是要让伯卡拉一举变身成为国际观光城市 但因为尼泊尔本身的问题很多 不但是陷入了这些政治动荡 官僚作风还有资金困境的问题 这些因素都让这项计划被拖了好几十年 是从1970年代到现在 一直到中国他现在出手要介入了 来介入尼泊尔的机场呢 才开始渐渐的看到曙光 因为中国在2010年代左右大的算盘就是 想要取代美国霸权 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这座博卡拉的国际机场 一下子就变成中国这远大报复的一部分 对中国来说 尼泊尔的地缘政治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尼泊尔在中国以南 而且跟中国的对手印度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中国试图要博得尼泊尔的好感 要拉拢他成为自己的盟友 在2011年 中国跟尼泊尔的财政部长签署了协议 这份协议的内容就是要支持中资企业 中资企业中公国际的合作备忘录 不过在当时尼泊尔还没有展开任何的招标活动 而在隔年2012年 中国是正式的同意要出借机场的建设资金 不过其中有一个条件是 这项建设只能够由中国的企业来参与竞标 也就是说中国会独享这份好处 而很快的2013年到了 中国的中公国际就夺得了这个机场的标案 不过得标金额却是引发了热议 他们希望他们是以3.05亿美元夺标 是尼泊尔当初估算金额的两倍之多 这也让尼泊尔的政治人物是感到非常愤怒 他们认为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不合理 还说这招标是有黑箱的操作 这些言论其实也都让中公国际 立刻是把价格达了7折左右 达到了2.16亿美元 就在中国答应要借款给尼泊尔之后 他们也在2016年签订了这一项 长达20年的协议 这份贷款协议有四分之一的金额 是免息贷款是不用利息的 但是其他的资金是以2%的利息左右来计算 这跟中国进出口银行借贷 预计会从2026年会开始偿还这些贷款 等到这些资金全部都到位之后 伯卡拉国际机场在2017年 是正式的开始施工了 而中国当然是不会放过这项 宣传这项计划的机会 中国说这个机场 它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旗舰计划的一部分 不过尼泊尔却是悄悄的否认了这个说法 纽什就指出尼泊尔因为跟印度的外交关系是相当复杂 所以他们拒绝把伯卡拉国际机场的计划 纳入这一带一路的计划 但是他又同时因为跟中国跟尼泊尔这两国 当时都非常看好这项计划 所以这也让负责监督机场建设的尼泊尔民航局是不敢反对 就是怕会激怒中方 而终于在今年的1月 伯卡拉国际机场是正式启用 没有想到这却给尼泊尔带来了另外一个难关 虽然这是个国际机场 但是一直到今年6月 这座机场才真正的迎来了第一架国际航班 而且这个航班还是来自于中国的四川航空 机上载的乘客都是到尼泊尔参加一场 擒绅龙洲赛的运动员跟中国官员 而包机的费用是由中国方面承担 等于说这座机场方方面面都是依靠中国的支持 就连第一批来的乘客也是如此 因此也引发了外界担忧 这中资的一条龙会排挤到这些开发中国家的利益 对中国来说 这的确是外交胜利 不过对尼泊尔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 让他们在未来都背负着中国贷款机构的债务 而纽约时报率先披露了 中共国际是透过了很多的霸王条款 把自身的商业利益摆在第一位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他们夸大成本 提高成本 让尼泊尔用过高的价格去修建机场 不过施工的品质是相当的低劣 在完工之后都还没有办法 信到任何定期的国际航班 机场要赚钱去还贷款 真的是非常难 现在就有媒体指出 尼泊尔的官员 曾经要把中国把贷款改为是捐赠的赠款 但是来减轻他们的财务负担 不过中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同意这项说法 而关于这项项目的舆论其实都没有停止过 在纽约时报报导过后 尼泊尔滥用职权调查局 也就是CIA 他们去突击了这个民航局 在这个月初突击搜查了他们在伯卡拉的办公室 没收了跟机场修建有关的文件 主要是因为尼泊尔的相关顾问就披露 他说中国国际机场的 中工国际建设的机场建设是过于草率 工程品质是相当堪忧 而且中工国际绕过顾问 直接跟尼泊尔的民航官员打交道 排挤了尼泊尔聘请的顾问 还有放款给尼泊尔的中国进出口银行 他们指定中国中原国际工程 作为工程品质的监督机构 不过中原国际在2019年 就被中工国际的母公司给收购了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收购 导致了中国跟尼泊尔两方的工程监督 是形同摆设 这种求援兼裁判的行为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而尼泊尔反腐机构的发言人 他就说了 他们是启动调查 为了回应这项有关的 项目违规行为的投诉 不过他也拒绝透露 投诉者到底是谁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指出 反贪府机构收到了 20多起相关的 机场建筑品质的投诉 此外这个发言人他还说 目前调查还在初步阶段 拒绝透露更多的详细资料 而面对这起调查 中国外交部表示 他们不清楚 针对机场的调查情况 不过中方强调 他们一直要求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 要遵守当地的法规 他们认为 中共国际严格执行了质量标准 而且是保存了完整的施工记录 博特调查事项 中共国际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但是就一带一路目前实行的状况来看 有专家认为 当初中国预计的双赢局面 恐怕会面临双输的风险 主要是因为中国所援助的开发中国家 正在为这些品质 参差不齐的基础建设 背负沉重的债务 而另一方面 中国恐怕会有高达1.1兆美元的资金 卡在有债务违约风险的国家 在2000年到2021年之间 中国在165个中低收入的国家 投入的资金大约有1.3兆美元 现在就有报告指出 开发中国家 基欠中国的所有未偿付的债务 至少就高达了1.1兆美元 甚至可能会高达1.5兆美元 而其中海外贷款组合中 有八成是溢注到 面临金融危机的国家 所以您认为 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 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双输局面吗 那尼泊尔的债务赤字 还有烫手山芋 又该如何解决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